沒有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我們來看孟加拉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TCI的遷徙地圖 TCI是我們的冠軍邀請賽 接下來看一下黃色是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最大的特色是船間會回血 這個回血效果可以讓他在海上達到一些優勢 而且孟加拉人的相攻也是特別強 由於他的銀貫科技、派科技 可以增加大象的攻擊速度20% 所以他的相攻也能吃到這個效果 而且孟加拉人的大象有抗招想的能力 也有傷害減免的效果 所以孟加拉人來說他是非常複合性質的大象文明 孟加拉人的後期主要是打相攻 還有輕騎兵、戰毛兵、強弩為主 再搭配一些僧侶、攻城戰象 是比較常見的組合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兵非常厲害 主要是因為他有這個寶兵 勒納爾弩手 勒納爾弩手是可以攻擊騎兵單位的 而且是連遊俠都可以瞬間擊火掉的那種工兵單位 所以我覺得義大利人也是蠻適合大家去練的一個文明 那義大利人的後期打法主要是搭配傭兵還有騎士 工兵都可以 那義大利人的傭兵這個單位是比較特別的 是連隊友都可以使用的 但是傭兵沒有辦法升級的關係 只有這個帝王初期 時代會比較好用一點 那義大利人的傭兵的能力也算是不太需要升級 就可以用的單位 而且跑速很快 攻擊火系單位也很好用 那義大利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勒納爾弩手、疾兵、縱裝騎士 還有傭兵、火炮單位 都蠻適合義大利人的 那我們就去講義大利人的海戰 那義大利人的海戰只有漁船比較便宜 其實他在於海戰方面的優勢並不大 雖然他有科技的減免 但是並不是非常的有感 就是稍微補正一下這個能力而已 那我覺得義大利人這一張的重點 應該是在於登島之後的傭兵前壓 還有這個登島之後的勒納爾弩手壓制 壓制VIPER這邊的孟加相公 跟這個攻城戰相 是一個蠻好用的單位 所以就要來看一下兩邊的應對會是怎麼樣 那這邊看到 VIPER這邊已經準備要來升到封建Style 點下直播技術 結果一打一人這邊打得更快 19匹點封建Style 那VIPER這邊則是晚了一匹 大概20匹才點 那這個村民術是有包含漁船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VIPER這邊出了4艘漁船 那如果是要打海戰的部分 漁船建議不要超過5隻以上 因為如果你5隻之後 你的木頭量可能會過少 讓你很難下第二個碼頭 然後去挖黃金啊 然後去出戰艦或火戰船 所以會比較建議 盡量不要超過5台 那4台的話其實也是有點緊繃 所以就要來看一下VIPER這邊要怎麼擠出戰艦來 那一打一人這邊超省 三艘漁船 然後是兩邊出戰船 而且黃金已經補到5個人了 黃金量非常充足 那如果要打到再更多一點戰艦的話 三碼頭可能要補到8個人 這黃金量才可以應付 那木頭則是要繞15-18人 才會比較穩定下來 那這個時期喔 也可以去偷按一些漁船 但我不太建議 因為漁船你偷按的話 很有可能戰艦數量就會落後於人 所以我是不太建議 在封建時代初期 去出漁船這件事情 還是比較建議趕快出一些戰船 那大家會說 那這個戰艦啊 這個戰船 跟火戰船 到底哪時候要出啊 像是這種地圖 像遷徙比較離敵人比較遠的時候 出戰艦來說是比較好的 因為距離遠嘛 你就有這個拉打的空間 那火戰船的話就比較遠 就比較適合近距離的海戰區域 去出會更好一些 那孟家人這邊 VIPER也是選擇了戰艦開 兩邊都是戰艦 這個觀念都非常好 那但是一大一人這邊 一擊射還沒有點效 由於他是雙碼頭 一開始就在噴戰艦的關係 所以這個木頭有點吃緊 這邊是以不斷戰艦為主 等戰艦不會斷了之後 再補下自己的兵工廠 那VIPER這邊升時代還有個優勢 一升時代就會獲得兩隻村民 每棟城鎮中心都會給兩隻 所以如果VIPER在城堡時代 蓋下了五個城鎮中心的話 翼王時代馬上會給你十村 這個經濟補陣其實蠻強大的 好那一大一人這邊 非常快速的點一下城堡時代 這怎麼點的 這邊怎麼點的 我回去看一下 這個有點關鍵喔 這個我有點好奇 這邊這場比賽我沒有看 好 這邊六百多肉 你哪來的這麼多肉量 他這邊是不是要斷村 斷村上城堡 難怪 這邊TC delay 將近快要來到一分鐘 30秒左右 就點上城堡時代了 而且沒有靠買賣 這個資源用得非常緊繃 緊繃到連一擊射都沒有點 所以現在一大一人這邊 先不要跟對方對打比較好 繼續做拉扯 等到一擊射出來 再上前追逐就可以了 那VIPER這邊可能會有上十代的壓力在 因為這邊是在上的偏晚 VIPER是屬於我講的一種模式 15個人伐木 然後8個人挖金 想用三碼頭出戰艦的一個打法 這邊還能補下第三個碼頭 可能會晚點再補 可能會補這個位置 或是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碼頭要分開補 還有一個優點 你碼頭只要越分開的話 你待會的漁船放肉的距離 就會越來越近 因為這個漁點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如果你放這邊的話 那個漁船就可以把弱量放回來這裡 就不用再跑到下面這個地方 好 VIPER看到對方戰戒也沒有一直出 也沒有很積極的往前壓 可能意識到了 對方已經點城堡時代了 稍微往後拉了一下 準備要來升城堡了 好 第三個碼頭在上方的位置 這裡補下了一艘運輸船 然後賣了100的食物 買了100食物 點下了城堡時代 好 但是一打一人這邊已經上倒了 這邊在等待城堡時代一好 準備要來蓋一下城鎮中心 但是由於他是賣石頭上的 原來他是賣石頭 其實還是有買賣 有賣石頭的關係 所以待會還是要存一下 大概150斤左右 然後才能蓋下城鎮中斤 用這個買石頭的方式去買上 但是現在一打一人有時代上的優勢 VIPER這邊可能要先撤退 對方的奴炮戰艦升級已經快要好了 這邊回頭偷點一下 稍微打掉一些戰艦 那其實一打一人這裡 不用太積極的往前推 看這邊一直被交換掉其實有點小虧 變成戰艦之後就可以直接碾壓了 雖然剩下五台 VIPER用自己的少量戰艦做撤退 但是家裡的漁船可能會有點難受 這邊偷偷補到六艘漁船 經濟偷的有點多 這裡買了一百石頭 然後花了163塊黃金 這邊一上倒就看到赤猴 跟蓋城鎮中心的村民 這邊要用村民來補一下傷害 讓赤猴選擇撤退 但是這邊已經有消灶院了 開始出僧侶 僧侶可以幫赤猴騎兵補血 海戰方面VIPER是撤到了最邊邊角角 還出了幾艘火戰船 這邊一升到村民 趕快要補下奴炮戰船升級 那VIPER這邊還是不能 這麼快的去把自己的兵給送掉 這邊伺候往前壓 想要再來繼續騷擾 結果直接被村民給貶死 六艘戰艦相當殘血 毒號戰艦還有十秒鐘才升級好 二級射則是還有二十秒左右 這邊要再去閃一下箭矢 但是火戰船已經出來開燒 直接燒掉了一台 而且這邊瞬間升級 還有居然還有五艘戰船還活著 OK這邊火戰船一出來 直接燒爆了義大利人這邊海戰的部分 但是自己的漁船也是被打掉了一些 只剩下三艘漁船 但是後面又開始補漁船 這邊海戰慢慢拿回來 那陸戰的方面呢 僧侶這邊暗了一隻 但是村民被招走 好這邊烏魯魯 抵抗一下成人中心 這邊又一村被招走 去打下殘血的村民 這裡要打算硬蓋 投石車還沒有蓋 這邊VIPER登島有點失敗 也不算失敗就是落後了 偏落後 對現在會被壓著打是正常的 哇那這隻村民能夠蓋起來嗎 哇這隻村民又被招走 城鎮中心90% 這邊投一發往後拉 村民沒有被砸到 再走一下 再稍微拉扯 OK一毫收村 哇這邊VIPER打得很極限 而且一大一人這邊 已經三隻生旅了 還有投石車 現在VIPER這一棟城鎮中心應該是不保了 這個時間點你還要點下救贖思想 基本上不太可能 先點下了最贖思想 那最贖思想呢 這個科技是可以招想敵方生旅的 海戰方面VIPER沒有這麼的躁進 反而是把戰劍拉到左邊 想要從左邊突襲 但左邊已有義大利人的戰劍做防守 這邊拉了一隻生旅想要來招對方戰劍 這應該是能招想得到 OK Nice 多了一艘戰劍 但是陸地方面VIPER還是稍微落後 這裡補下了一個馬舊 應該是要來出青騎兵 因為青騎兵這個單位 打生旅非常好用 就算不打生旅 打這些投石車也是OK的 這邊總存到475黃金 就俗思想已經補下了 待會升級好之後 就可以來招想對方的青騎兵車 那海戰方面 我們全MIPER已經慢慢打了回去 但是左邊戰劍雖然不夠多 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戰劍會一直慢慢回血 其實還不錯 但右邊戰劍可能會有點難及時到戰場 果然喔 海戰方面打輸 青騎兵靠掉了一隻生旅 這邊應招 投車招到了 直接拿對方的投車砸自己的生旅 這台投石車還能再投一發嗎 來不及 一大一人直接收走了 VIPER招想過來的投石車 雖然自己的城鎮中心掉了 海戰也打輸了一下下 但至少這邊有稍微扛住了 這個城鎮中心能蓋起來的話 VIPER還是可以在這個島上有立足之地 這邊玩遷徙 最怕的就是 你登島之後 沒有地方 可以讓你好好發展起來 直接砸一發 砸掉了 那一大一人這邊打的也是非常的保守 點下了一座城堡 VIPER點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生理的血量 點完之後 投石車只要不是高打低 通常是能扛一發投石車的傷害 還可以活下來 但是一大一人這邊周圍 其實都是高地 所以VIPER還是要小心一點 三艘火戰船過來看一下 捕魚的狀況 發現一大一人這邊魚船沒有繼續出 只有一艘而已 左邊的戰艦已經快快過來 VIPER應該有意識到 到了這邊還沒看到戰艦 應該會從左邊過來 但這時候還在補魚船 可能要拉一些生理 到岸邊 去防守一下魚船被騷擾的部分 這裡再補下一個碼頭 四碼頭出戰艦 但現在資源很吃緊的關係 所以陸戰的方面沒有辦法 繼續強行推進 這邊是選擇了 一些人去挖石頭 可能要再補魚棟城鎮中心 3TC開農 OK沒問題 左邊戰艦已經來到VIPER的門口 這裡補下一個輕奇兵的升級 好 上方投資車想要過來 但是有可能會被刀走 應該是追不上 因為宗教狂樂還在嚴方大蹤 還需要30秒左右的時間 應該是找不到吧 一二台投車回去 投個一發 躲掉 躲一下 VIPER這邊躲得很漂亮 剩下五滴血 慘一點就可以成功遭翔走 結果這個RNG 讓義大利人活下來了 不然照理來說 應該是可以遭到的 結果這個RNG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遭到 稍微解釋什麼是RNG 就是這個隨機量速 應該是隨機 這個隨機事件的概念 遭翔的時間其實不是固定的 有時候會很快 有時候會慢一點點 那VIPER這次遭翔 就是剛好是比較慢的 成功的那個遭翔的機率出現了 那這個變動術 我們都把它稱為RNG 就是隨機事件 來稍微 防守一下家裡 火戰船防守能力不錯 有出自爆船嗎 現在沒有點自爆船 那用火戰船感覺就可以守住了 好這裡再出來 再補些 那漁船方面 VIPER都是守得好好的 沒有太多漁船被擊毀 所以目前肉量來說 是優於義大利人的 所以弱馬可以盡情的出 那義大利人這邊看到 弱馬這麼多 就會有點壓力 會想要轉出自己的 勒納爾弩手 那只要轉出勒納爾弩手的話 基本上VIPER的相攻 就會被壓制住了 還有這個攻城戰項 攻城戰項也是蠻害怕 勒納爾弩手的 這個算是戰象的一個缺點 怕急兵 還有這個熱奈爾弩手 那如果是一般的衝撤的話 就不怕槍兵了 應該說不會有外增傷啦 但是大象就是會有 好那孟加拉這邊點下了兩個射箭場 可能是要來轉 不轉相攻的話 可能會先出點戰矛吧 這邊畢竟是熱奈爾弩手 所以需要點戰矛兵去打工兵 好這邊直接登島 用森旅招翔對方的大學還有市集 想要直接阻斷島上的經濟跟建築物 這邊上島直接三清起兵 上島塗了四村還不錯 這波VIPER讓本島的村民有點難受 這邊運輸船 出來一艘 好看來是沒有要走了 沒有運輸船可以讓 VIPER的 神旅跟清起兵可以逃走 哇這邊兩隻神旅直接被射死 可惜了如果這個神旅有活下來 VIPER可能可以再做更多事情 還是正面方面有點被騷擾到 這個熱奈爾弩手果然出來了 這裡四天長還沒有決定要出什麼兵 所以打算用清起兵直接去硬解 OK這邊只有少量兩隻的關係 但是硬解還是可以 但是還是要損失一些村民 你看打的還是很久 還有一隻殘血能收掉嗎 差一刀 上方的戰劍也是持續騷擾 VIPER這邊又送了兩隻清起兵過來 加上僧侶 半島的義大利人 覺得很難受啊 又來了 這邊可能要來招兵工廠 還是要來招碼頭 招碼頭比較狠 好先招兵工廠 好這時候已經升到地龍賽的義大利人 產出了第一台劇情投資機 要來前壓VIPER 既然你打我本島打得這麼爽 那我就來進攻你的城鎮中心 VIPER第一發拖子車 砸的是村民 而不是後方的高地 熱奈爾弩手 這邊持續攻擊村民 村民這邊很努力的想要蓋城堡 但拖子車給的壓力很大 熱奈爾弩手也不敢第一次攻擊 砸了一發 村民大量殘血 回頭砸了一發 砸到了 這邊城鎮中心掉了之後 要小心一些 孫女這邊要應招投資車 但這個路徑有點怪怪的 突然往下走 城堡蓋好 這個城堡還不錯 可以空到一些海域 而且還可以空到這塊金礦 MAP島上的孫女 直接被島民們暴打一波 這個就是暴民啊 裡面的修道院 直接被義大利人幹走 這邊壓力非常巨大 兩邊分數非常相近 但是義大利人這邊還是有點優勢 又中一發 終於轉出了戰毛兵 升到了帝王時代 三級射 待會有300肉要補一下 現在肉量有點缺乏 因為是這幾片田 沒有辦法正常農的關係 所以還要再補下更多的漁船 或者是農田 不然就是直接買上 但是在毛兵打瑞娜奴手 傷害還是很高 這一波戰劍又到後方 正面的部分沒有太大的變動 這邊巨蟹頭子機再往前開 看到了左邊還有城鎮中心 這邊想要做個包夾 來看一下白河這波打如何 這邊直接硬招了兩台頭子車 但只招了一台 這頭子車直接被招走之後 往後打了一下 讓這個火炮只剩下3滴血 有點可惜喔 沒有收上 因為這個火炮剛走上了高地喔 所以躲掉了一些頭子車的正面傷害 好 這台頭子車好像有點難解 這隻僧侶已經進入了CD狀態 不能遭響頭子車 現在要眼睜睜的看他跑走了嗎 在毛再打個7滴 我們有村民想要過來修理 打個一發 剩下一隻火炮再來一個最後一 最後一炮 收掉了所有的戰毛兵 哇 頭子車又被硬生生的修了回來 好 但是白河已經建立起上方的城堡高地喔 那有這棟城堡的話 後方的城市中心喔 就會稍微安全了一點 安全了一點 黃金跟石頭就可以開始開採 那個中間的島有點狹窄 好 這時候一大一人補下了 傭兵 那海上的部分也是繼續小打小鬧 那魚船喔 被燒掉了只剩三招沒有繼續補 這邊就要看白河要不要有意喔 繼續打海戰 這邊早想到對方的僧侶 一大一人這邊的配兵組成 現在確實出傭兵其實還不錯 造價便宜喔 而且黃金需求量也沒到非常高 35黃金的樣子 而且不太需要升級 現在稍微點一下防護力 就可以用 但是現在連防護力都很難點了 現在肉量非常吃緊 然後一大一人這邊出漁船也不太好出 因為海戰MAPER是沒有放棄的 所以繼續出漁船也是有點風險 好 這邊三巨頭 直接開拆 好 修子村民拉的根度過來 十四村 招一下 好 直接招後面倫娜奴手 好 再招巨型投石機 你別搭升旅阿 OK 招到了一台巨頭 好賺 好 投石車 直接被反擊回去 巨頭拆掉了 但是下方的傭兵已經殺了出來 正面的戰毛兵會有點危險 好 而且這邊兩台巨型投石機 也在攻擊下方城堡 這個兩台巨頭 可能來不及拆掉城堡 媽 終於一發石頭飛出去 哇 居然拆掉了下方城堡 MAPER這邊很極限阿 好 這邊把招到了巨型投石機 拿回來自己的陣地使用 好 趕快立即反擊 把MISS掉了 這時候 VIPER點下了三級馬凱 這個裝甲越來越好 直接把防禦升到最頂 但是左邊的承認中心也沒有了 只剩下雙TC開龍 但村民豬已經來到118村 基本上也會要到滿批了 所以VIPER經濟來說是非常好的 那島上也是大量村民 轉成了農夫 然後有些村民 開始要來遷徙到本島這裡 好 這邊要載一大堆的生旅上島嗎 這邊VIPER一直有把兵送上去島 到義大利的島上面 去做騷了 好 這裡補下了航海技術 要來增加一下 運輸船的裝載量 他移動速度跟防禦力 OK 直接被解掉 火砲還是比較猛 這毛兵有點乳小 但是島上有個軍營 直接出傭兵就可以搞定 生旅來照一下傭兵 再照一下村民 MIPER這邊手術很快 這邊招到村民直接蓋一棟城堡 哈哈哈哈 太狠啦 哇 結果這邊一登島 傭兵就開始追逐 好險不是全部的傭兵在追 這裡好像沒空好 這棟城堡能夠 蓋得起來嗎 裡面開始在屯傭兵 好 MIPER這邊想要找更多村民 想要來蓋城堡 嗚嚕嚕 嗚嚕嚕 好 MIPER這邊點下了 100石頭 購買了起來 然後蓋下一棟城堡 在家裡城市中心的位置 但是後方的生旅 有瘋狂騷擾 讓他沒有辦法 村民好好的專心蓋建築物 好 這邊決定要取消了 有生旅過來 但是都進入CD時間了嗎 完蛋 手術不夠 後面的生旅在補血 傭兵 被找走 但是後方的生旅應該也沒了 好 那這一波打得其實蠻漂亮 好 正面方面 傭兵過來 正面遇到MIPER的生旅大軍 好 展出了一些新奇兵 額耐奴手可能要再出一點 雖然遇到戰寶兵有點難受 但是 青奇兵 只用傭兵去解 還是有點太硬了 結果這邊 青奇兵也是速抓了一波 額耐奴手加上生女 哇 這個怎麼對方的兵也在這裡 武兵 戰寶兵 青奇兵 傭兵 什麼都有 BIPER的配兵組成 相當特別 好 後方 還有幾隻戰寶在弄 好煩啊 BIPER 好 下方這邊偷偷挖黃金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好像沒有看到的樣子喔 到這裡直接補一棟城堡 現在一大一人的重點 都在前方這個位置 還有本島家裡被騷擾 下方這裡被蓋了一棟城堡 好像沒有看到 而且這裡運輸船也是運了一些傭兵 到了BIPER的本島上方 好 但是這邊收村就可以解掉傭兵 好 正面部分直接硬招火炮 但沒有找到 好 這棟城堡要是能拆除的話 義大利人就會有危險囉 好 查一下 應該招想不到 結果這棟城堡蓋好了 蓋好城堡之後 直接出了幾台戰車 哇 這個城堡一定關鍵 結果島上 義大利人把自己的火炮跟傭兵 直接登島 想要來拆除BIPER最後的防線 這棟城堡中心如果被打掉的話 自己的本島可能就會被吃乾抹盡喔 因為沒有人可以擋得住火炮跟傭兵的話 會很棘手 這邊開始在遷徙了 秘書船 瘋狂一村民 那MIPER這邊也是互相傷害 不管自己家裡的狀況了 既然你騷擾我 我也騷擾你 哇 這邊戰車被勒納奴手射一下好痛 能撤了 但是正面巨型投射機也是瘋狂輸出當中 義大利人雖然有足夠的石頭 但好像要棄手城堡 好 那MIPER家裡的承認中心已經被拆除了 剩下的村民來了幾逃跑嗎 這邊一出床瘋狂運兵 希望可以把這些村民全部運出去 脫離這個危險的島 這就是惡魔島 好 村民直接硬扁火炮 但是沒有先扁殘血 下方這邊想要蓋動城堡 結果強弩跟戰狼兵 對義大利人的村民大量輸出 現在義大利人的村民只剩下80村了 村民樹兵不多 這邊解掉了一台火炮之後 後面這一個應該有點困難 還差7下 哇 5滴 這個運輸船 差點被砍掉 還好有火戰船來防守 那MIPER的村民樹 保持數量還是很多 126村 反觀義大利人這邊經濟越來越差 雖然現在有兵力也可以暫時守住 但時間一拉場 MIPER經濟又恢復的話 可能正面大軍就已經擋得太住了 那這邊也開始要去本島了 島上的資源已經快要被挖關了 那現在義大利人想要先解決下方這棟城堡的問題 結果正面城堡也快要被拆光了 這一棟城堡如果再被拆掉 就再也沒有防線了 好 新奇兵繼續送個一波 通城站上 要小心一點 不能遇到倫娜弩守 好 看起來 軍頭十一之戰 是由白普拿下了勝利 一大利人MINCHESTER 打出了聚局 好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白普全勝 完勝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一大利人到了51分鐘 結束的時候才補下輪軸 不然其實白普這裡是連手推車都沒有點了 但以這一場的激戰程度來說 確實也找不到什麼好機會去想起來又點手推車 從頭到尾都在打架 但是一大利人這邊有試聖物 所以聖物產量其實並沒有輸太多 光是聖物產出就產出了3500黃金 相當大量的黃金 但白普這邊的經濟還是略勝一籌 而且它的村民基本上沒什麼災斷 你看這個城鎮中心的運轉 18分鐘對上23分鐘 差了5分鐘之久 那這5分鐘的話 都沒有再讓城鎮中心產出村民 其實生產村民的效率就會很差 這也是常常在打架的時候 邊打的時候邊安存民是最困難的一件事 那一大利人這邊的出兵 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就只是經濟差了一點 不然很有可能經濟濃起來 是有可以反推viper這邊的 是有機會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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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